1 2 3 4 5 6 7 而這短短的20公尺內就有7根柱子 不過在西門町想講一根柱子月租就要8萬塊 光是一個三角窗 每一根柱子都賣不同商品 有飾品也有伴手禮 但一看柱子背後才發現別有玄機 其實像這根柱子本身並沒有任何的櫃位 而是透過左右兩邊的木板來延伸 就可以讓柱子擴大三倍 物盡其用因為這是人潮必經之路 而且若有四面住價錢會更高 單一住月租金就破12萬 基本上就是像手機包膜啦 然後貼保護貼啦或者飾品啦 比較會吸引人家住主留在這邊再看觀看這樣子 消費能力也會比較大 這種高租金小攤市林夜市也出現 每一攤都擠滿排隊人潮租網 貼出攤位求租面積才1.5平 單月租金就上看4.5萬元 若賣雞排一片50元 至少得賣900片才能攤平租金 目前的租金一平的話應該會在1萬塊 那你如果說在旁邊的安民街啊 或那個地方他的租金就不一定了 那大概也差不多是差不多 大概可能就變3 5千塊 不過店面租金反而往下滑 比起3到4年前陸客來台全盛時期 租金就大砍四成 租金就算降低的時候 不服他的生存的話 他也會往往往往裡面 所以可能以前擴大的商圈的話 會慢慢變成縮小的趨勢 對比日前開出月租52萬的知名豪宅 這種鄉金小攤位 單品價格就高出近40倍 碳上未賺錢 即使黃金店也要咬牙租下去 東升財經新聞劉貝錡和坤源 台北參訪報導 給申請 vocals blossoms 感谢观看